108年度民间乡运动会日前在公协国小盛大举行 乡内各学校及社区、村里等团体及机关单位约1000多人踊跃参赛 在运动员宣誓后,首先安排幼稚圆小朋友进行精彩的战鼓等多项表演 县议员余秀英及张家哲、赖燕雪及曾振岩肯定乡运的举办很有意义 也关心运动选手们要注意安全及补充水分 今天是一年一度民间乡的兴奋台会 看到大家的团结以及相信你快乐正面非常好 比赛项目很多,今天又很温和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补充水分 结合着运动爱台湾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民间乡的好朋友们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这里舒展自己的健康 然后也可以来这里跟自己的社区里面的好朋友 还有别的社区的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同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运动会场上共有36只比赛队伍 约1000多位运动选手参赛 县议员赖燕雪及曾振岩也都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肯定乡运会凝聚了所有乡民的感情 民间乡运会热闹展开 尤其今天可以说是流来滚滚 让我们每一川每一里都能够活生来食材 当然也发挥到我们团队的力量 所以应该非常困住我们民间乡公所 所基盤的这个乡民的运动会 也希望每年都有很多的乡民来投入 我想运动会是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距离拉近 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健康 所以身体健康就是我们的一切未来 今天是我们民间乡的乡运会 在我们京的国秀家 总共有36堆的运动员 跟将军成功的运动选手 今天来运动是最好的气候 又凉凉又无法 现在我们平常就要度运动 度运动人生的彩雪 108年度民间乡运动会 在舒爽的天气环境中进行 活动顺利圆满 比赛内容丰富多元 也借由赛事促进健康与活力 达到展现乡民团结 及凝聚感情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